七十三 习惯成自然 万法亦如是 大致宇宙诸有为 小设为因沉念间 数得利品人道本 故当喜仰善知事 世间上的 所有一切有为之法 也就是说 能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 凡是能列出名相词句的一切 都叫有为之法 凡牵涉到有为之法 都有一句话 叫习惯成自然 以此科学论题作为真谛 是绝不会错谬的 所以称它万法亦如是 大致宇宙诸有为 小设为因沉念间 即是大到宇宙间的 所有一切 无论何等庞然大物 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 或者小到一个为因 微微的一意 一念 一世 一闪念之间的为因子 都存在习惯成自然这个道理 习惯成自然 就是说 你只要在某一方面 不断地去探索 或者定义而观 久而久之 你就会养成这方面的习气 就正如常人所说 久坐者能出禅一样 书法久恋者能出宫 绘画久恋者能得运出格 打全久恋者立即生 就是这个道理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如此 它不仅仅是上面说的这几条 这是一个不可更变的万有真理 正是基于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就要实施警惕 提高修养 以树立自己优良的道德品质 作为我们的人道之本 所以说 既然明白习惯成自然 就应该以良好的习惯来培养自己 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对人类有益的善知识